商场前民众大包小包 将购物车内的商品分装 黑色购物节第一天 就有人来抢便宜 那个深深的衣服外套 还有一些圣诞节 因为在教会里面 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还好 我觉得没有很 觉得差别很大 今年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优惠 我觉得去年的优惠比较大 今年的好市多黑色购物节 主打家电市场 当期第二度 从三天延长到七天 号称全球最长档期 据主打商品 82寸电市下沙七五折 10盎司金条 现审1.4万元 内壶店一个小时就完售 都爱萌纸尿裤 则是800元有找 只是为了这尿裤而已 那买了多少 三箱 而另一家卖场加乐福 不遑多让 黑色购物节 从25日开跑 50寸电市搭配红利 50倍送 现审3266元 最夯的iPhone12 买就赚一千九百元 至于Switch主机加控制器 合购价一万一千一百九十元 便宜七百九十元 今天看那个电玩 可能换个电视什么的 没问题 要整个大堆脑 我们这是贪小费一的家庭主妇 我们有在昨天 有做一个快闪的活动 以及成长的部分 快到一成左右 感大黑色购物节商机 加乐福抢先在 22号假日暖场 满额就想九折优惠 爱买档期落在27到29号 详细优惠活动 还在眼底中 大润发日期待定 不过会主攻 日用品优惠 各大卖场绞尽脑汁 想削头 就算购物节 碰上疫情年 也要炒出热度 创造佳击 怀孕希望王家姐 一丽亭台北报道